这些话题我们就抓到台积电来做个观察咯 因为台积电的营收即将要来做公告 从今年来算 其实整个大翻身 已经涨超过两成了 但在涨上的过程里面 到时候十万股东下车 光农历年后就有四万人 包含了是之前 这个杜金龙布拉拉斯杜金龙也在卖台积电 但用外资的回头来买钞 对台积电也是连二卖 2.6万张 投信是连四卖 有一点点想要压宝 在接下来台积电的营收 甚至是巴菲特持股变化的味道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现在台积电过高 大家如果还套在里面的 现在到底该怎么看呢 继续长报安稳吗 这个我觉得分短线长线 因为来到这个位阶 其实坦白讲540块 大概就是去年整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上去就有大的头部压力 这是第一个 所以技术面上 如果你是从低档上来的 你说做个调节 我觉得没有问题 不过刚刚讲到巴菲特13的文件 巴菲特有一句话 如果一档股票 不打算持有十年 我连十分钟都不想要 所以巴菲特这样买完 虽然一路涨上来 你说会大普调节吗 我认为不会 最多小卖小卖 最多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如果 大家是中长线的心态 我认为 继续抱着台积电 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当然过去 也有一些外资分析师 讲说台积电去美国 是没有看好的理由 但是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 我觉得他写的很有道理 首先 第一个台积电的上机典礼 他说不够大咖 没办法上镜头 他说连州长都上不了镜头 所以找这些大咖的客户 全部来 全部都说 不只要买 保证会买 而且还要买得很开心 很骄傲 因为这些东西 就Made in USA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包含日本 包含欧洲 台积电 大家都会陆陆续续 回去设厂 欧洲当然 过往欧洲的半导体厂 他们应该消费型 做不赢之后 就开始转型做车用晶片 但是我们又发觉 前几年 从疫情开始 我们有听说什么 车用晶片 缺一个晶片 所以车厂高层 打电话给 那个魏哲家总裁 说我要25片晶片 有没有 结果魏总裁说 没办法 我们一下单要25万片 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了 但是你想 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台积电去欧洲 去德国设厂 理论上现在预测 大概是22到28奈米 所以以这种状况 未来的状况会怎么样 我认为欧洲的厂商 也会开始集中下到 这些晶圆代工厂 所以未来这一块 我觉得持续在 往上看 持续看好的几率很高 然后在美国 当然千金制成的部分 HPC再过往 从去年来讲 台积电的法说会财报 HPC其实一直占比 越来越高 所以你说 到底毛利率影响 会有多大 这边有说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个HPC 本来定价就高 但是这一个的定价 我认为是看需求弹性 就是你要 你要就得付钱 你不要跟我讲价格 不然你就不要用 对 你就去用成收 但是不可能 因为坦白讲 我们讲超级电脑这一种 高速运算 其实你是没办法回头 去用成收制成 所以这部分 我认为HPC 在这一块 它的定价没有问题 先进制成 然后成收制成 它就是市场供需 车用晶片 目前全世界大家都看好 过往的汽车 跟那个蔚来车 晶片用量是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 台积电在这一块 不论是欧洲 不论是美国 甚至日本 日本合作就主要在 高阶的封装 所以在这一部分 包含今天日月光 一讲消息 他说第一季 它应该是库存调整 最激烈的时候 然后今年是足迹看好 所以在这个阶段 你如果手上是持有台积电 你也想要 弄厚的人 我认为你抱着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 那我另外想请教老师 也帮大家持续来做一个关心 因为其实包含了 你刚才特别提到了 就是长报 如果你相信巴菲 而这次也在年后 来抢进台积电的话 是不是也不要看短线震荡 往长线一点 来做一个看待 这也是现阶段 可能比较能守株待兔 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那我另外想请 老师也帮大家看 因为其实农历年后 我们发现到这个礼拜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台北股市 连两天都出现了 在盘面当中 很牛皮 从江波走出图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动 可是呢 个股表现倒是还蛮精彩的 甚至很多个股 这个礼拜 大盘没有什么涨跌 周线来看的话 也只小涨而已 但是短线倒是很多个股 在这个礼拜走势 天天都很精彩 所以这种短线急涨股 今天要邢老师 帮大家来一点点教学 我到底要高档去报呢 还是看高 我就赶快要先获利了结一趟 先跑再说 我到底有什么报股的准则 老师可以从牌面当中 举例一些一个个股 来做一个讨论吗 这个部分我们在短线的出场 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 都是要浓厚 你说难免也要做点短线价差 所以上去不出场很可惜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会注意到几个点 我们举个例子 像三四四三创意 创意其实昨天当然高档 出一个超长上影线 然后出大量 其实长上影线出大量 如果日线的格局 我认为这种时候 你先做一个调节 没有问题 然后你如果要观察一个重点价位 比如说前天涨停的价位 昨天收盘跌破 前天涨停是收多少 925 然后昨天收盘是920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昨天跌破925 我可能就会出场 那当然你说 在更上面更早一点出场 那就是个人短线的盘感问题 这我们没办法一概而论 但是以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对比几档 包含像什么 六四七二 六四七二我们从上周五推荐完 一路涨涨涨涨 涨到现在 其实昨天它也是高档收一个十字线 但是从量能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觉 在经过两天的涨停之后 昨天的那个十字线 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那量缩整理 也没有跌破前一天涨停的价位 那守住这个涨停价位 我觉得这种就可以持股续报 所以有两种状况 关键价位跌破 你适当的做一个短线的调节 所以我怎么去看关键价位呢 这个我想追问一下 这个部分 涨停价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看短期 更短期的均线 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看的话 如果在盘中 我大概会看一下十五分线 如果十五分线有一个大量区的话 那个大量区跌破 那当然你看那个江波图也可以嘛 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座头的位置 像这个座头的位置被跌破的时候 很有可能股价都会有一个修正 像今天如果我们来看宝瑞的话 它今天的位置大概在那个十点二十分左右 那大概五百五十三 像那个位置 其实后面几次还有来 都点到上去 点到上去 但是OK 十一点 十一点一分之后就跌破了嘛 所以在这种跌破短线的价位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节 但是这种时候 我们必须强调一件事情 多头市场 我们是要那个 那个手上要留多单 所以你要出场的时候 基本上是先做一个调节 然后调节完 如果真的跌破重要价位 像我们刚刚讲的 日线格局 涨停价 我们再来做全部的出场 那不然我们就是短线的调节 还是找机会会再买回来 所以这部分也可以延伸 所以今天问的问题很好 像3443创意 你说它的行情完了吗 我不觉得 第一个 它过去的横盘的格局 大概在哪里 我们讲去年12月 大概20号有一个高点 那高点的位置 大概在822 那到目前为止 甚至像今天 那个创意回测到五日线 其实就守住了 又上去了 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 那一个价位 822 守在822之上 那他们就是整理的格局 有没有可能再有下一波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部分 为什么说 那个一定要留多单 在手上 因为毕竟现在行情 都还是偏多思考 好 那我另外想追问一下老师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扣着 今天的一个时间 2月10号 元月营收是近尾声咯 我们能不能判断是说啦 现在到底哪一个产业春宴来了呢 有时候呢 你从1月份的一个营收 来做个公告 你或许可以在 新年度的一个相关个股操作 其实可以给予大家一个新方向 怎么说呢 因为今年过年在1月份 有哪些在1月营收特别表现亮丽的 后续的续航力够不够呢 还有过去 真的这个去年 产一整年的一些产业 包含像联勇 去到IC 面板的友达 还包含像日月光这种 真的有机会长夜将近 看到曙光吗 老师有什么相关的提醒 日月光的部分 当然我过去一直在讲 我说它的殖利率 我觉得都不错 而且它是世界第一嘛 所以我觉得日月光本身 它的价格的位置 大家可以用殖利率的角度去思考 这是一个比较长线 价值性投资的一个思维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年限年报的题材 有没有 1月营收今天会公布完毕 OK 从这中间 我们就看几档嘛 比如说像六四七的宝瑞 刚刚讲到 它的1月营收年增率 是来到400% 不过当然它是去年 9月并购安成要之后 纳入合并营收 所以9月大幅暴增 OK 但是你看 它的营收的扩增 非常的强劲 这样400%就是五倍 然后包含我们之前 上礼拜我们在节目上 一直讲2482的连语 它的1月营收出来 173% 然后包含8996 也是年纪人 连纪一直在讲的 它出来也是71% OK 所以从这部分 第一个 现在还没公布完 所以就盘中来看 我会注意到一些标的 譬如说像4979的华星光 它的年增率大概236% 然后去年 全年累计营收年增率 大概也增加五成 然后它去年第二季亏转盈 所以我估计第三季 第四季可能也会不错 那它的状况 如果1月第一季的营收 能够维持一个强势的上涨 因为我们也讲光纤通讯 光通讯的题材 甚至5G网通的题材 这部分我认为 还是有个长线的格局 那如果以华星光来讲 它是Marvel Data Center的 那个供应商嘛 所以在这一部分 你在资料中心的建构 光通讯 光收发模组等等的 那它营收又大幅的成长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挑战 前波整理的高点 我认为是有的机会 那包含同族群 像4977也公布了 1月营收年增率 大概来到7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同族群的表现都不错 而且这两档 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就前面大家长得很凶的时候 其实他们没有很凶 他们还蛮温和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长多的 大家会调节 大家就可以找 表现不错 但是有没有机会 技术面 看起来还没有大幅表现的 那我觉得可以回头 来注意这些族群 是 好 非常感谢吴又想老师 我们带来在目前盘面当中的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